这部短片感动了外网4200万MC玩家 而国王已经失踪三期了 究竟是怎样的原因 导致王国被神秘人袭击 一切都要从这里说起 原来大壮当晚疯狂逃跑只是一个假象 她的真实目的是取下墨帝之门上的眼睛 还记得之前的护魔之杖吗 没错 如果小美用那把神器控制墨影龙 世界将会陷入毁灭 大壮的家族世代守护着墨帝之门 绝不能让世界被破坏 因此大壮哪怕妻子和小帅被炸飞 也要守护这颗眼睛 而小美看着这个残缺的墨帝门十分生气 决定暗杀国王 就在这时小帅梦醒了 这时她想起来原来小美已经被自己干掉了 那么现在是时候找回大壮 也就是她的父亲了 于是她拉上了两个村民伙伴 去村长家里询问回家的路 村长拿出地图一看 哼 隔着十万八千里 想要过去只能先坐船 小帅带着爱马出发了 她来到了码头 抛弃了自己的爱马 开始了成为海贼 呃 海王的生涯 而遥远的下界 神秘而危险的株林堡垒内 株林们又在使坏 株林国王拿过来一个箱子 要求手下将她丢进主持界 于是 正如上次发生在村子里的事情一样 一道紫光闪过 凋零开始云过人间 这帮株林究竟打了什么主意 给我点个赞 我下期绝对告诉你 而这期嘛 当危险来临之时 小帅定会赶到 因为她是要成为海王的男人 说明了苍藏逃团 我有小帅站了出来 还能够打败凋零 破坏株林们的邪恶计划吗 关注我 看过去 24小时内 我必更新